哈喽 大家好 我是阿远 现在你们看到这个地方是不是感觉很陌生 没错 现在在我们的月子中心 如果你们有看上一个生产Vlog的影片 我那边有提到就是我们 我们搬进来月子中心的时候是9号 然后我们原本在月子中心这边订的是他们的大房 然后因为那时候Audrey她提早出来了 所以月子中心我们的那个房间的那个妈妈她还没有回家 所以我们的房间就不 available 现在已经13号了 我们已经在这边4天了 然后今天我们就正式搬进来我们原本订了的那一间大房 所以前4天我们住的是他们的中房 就是他们先安排中房给我们住这4天 所以那4天我就没有拍Vlog 然后我就等到我们今天正式搬进来我们这个大房过后 我现在就要拍给你们看 正式开启我们的月子中心的美好生活 OK 门口进来 这个是不是很乱我们的行李 然后一眼望过去这里是一个客厅 然后叻这个是他们送给我们的free gift 就是每个入住的妈咪她们都会送这些free gift 这种东西啊 baby的用品啊 然后妈妈的用品之类的啦 然后这里就有一个客厅 这个是妈妈挤奶的椅子 然后我们的风景叻是一个人造湖 我们选的是一个人造湖的风景 因为它的大房有两个side的风景 一个风景是对着这个人造湖的 另外一个风景好像是对着泳池的 看了这个风景 很什么很辽阔的风景 所以也避免妈妈不会有那个什么产后忧郁 因为这里阳光充足嘛是不是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入住的日期 8月9号到9月6号总共28天啊 然后这里进来 这边就是一个吃饭的位置 然后这里就是baby泡奶的位置 然后这边有提供这些微波炉冰箱 然后这个是消毒机 所以我们现在消毒着那个泡奶器 继续 然后这里有一间厕所 再来就是这个主人房 主人房就一个king size 的床 然后厕所咯 简单来讲 这里的整个格式就像我们入住 hotel 这样的格式 因为它整个楼层 它就是那种酒店的规格 然后它外面的 facility 那些真的是 一几磅 我可能明天 我带你们去看看楼下的 facility 然后也给你们看看 月子中心外面的整个环境 就是很舒服 很舒服 她来到月子中心的四天 每两个小时就要起来挤奶一次 不然的话就会塞奶 所以你们觉得来月子中心是一个 可以休息的一个月 其实错了 没有那么美好 在月子中心也是一样很累 你美好 我不美好 妈妈没有这样美好 因为她就是每个晚上睡觉 每两个小时就要起来挤奶一次 你们懂那种 你们懂那种泪吗 讲真的 除非过魔乳的咯 除非就没有胃魔乳咯 Cherry今天就book了这个 洗头的treatment 它这个是一个摄氏区 然后里面可以洗头 可以按摩 可以做美容 在这边洗吧 在这边洗吧 冬月洗头的很 多久没有洗哦 九天没有洗 九天没有洗 都可以轻松一下 坐月其实是多久不可以洗的啊 一个星期 以前我的是12天啊 12天啊 哇这个一壶壶热热是什么来的 酱水 酱水 用来洗头的 过过最后一盘 来洗一脚 哦 用姜泡的啦 啊对 就是在这里面 在这个里面 哦在这个里面 它的作用是去风啊 对 去汗 去汗去风 哇哦 洗发区这边出来嘞 这边是按摩区 跟美容区 这边是按摩的应该是 然后里面嘞 是美容的 里面是应该有其他妈咪在 坐着美容 所以就不方便进去拍啦 我看过一把机会去拍给你们看 这个摄氏区这边出来嘞 这边还有他们的一些展示品 有些是他们会有卖的 然后有些是他们会送的赠品 然后好像奶粉的牌子啊 他们都有不同的牌子 给北比去选择 然后这个是他们的月子餐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茶 蜜乳茶 退奶茶 红枣茶 各种各种茶啦 他们还有展示他们的药材 他们就是全部用这种药材 来炖他们的 炖他们的汤啊 来煮他们的 那个 善食 还有这个还有这个 这个叻是做 呃 baby的手模 做baby的脚模 然后还有 可以帮baby拍照 啊 拍baby小时候的照片 这种照片叻 如果你要拍叻 就可以跟月子中心他们讲 他们就会安排他们的 团队进来月子中心这边帮baby拍照 然后等一下叻 我就带你们看看 那一边有 activity room 有baby的游泳的那个房间 还有婴儿房 还有客服啊 的柜台啊 全部在那一边 等一下我再带你们去 餐馆餐馆 啊 现在在帮 Audrey 洗着屁股 他抱着这个就是Audrey 来的 按摇片了 大便了 然后 这边呢是 其他的baby 哇 有些baby 不在了 全部推去妈妈的房间 你们看下面那些 sticker 全部是baby的房号 然后叻上面叻 这边有cctv 就是每个爸爸妈妈都可以在自己的电话上面 看到自己的baby 55个都可以看cctv画面的 现在我给他们看的是婴儿水疗室 就是给他游泳的地方 这个婴儿水疗室 就是baby能够在这个 两个 那个 桶里面 可以给他们学游泳 然后叻 这个叻就是 activity rule 这个activity rule 就是for 一些活动啊 比如说 有小的科医生 会来这边教我们 固baby的尝试 会有一些中医师 来这边教我们 一些尝试啊 然后还有一些 课外活动 比如说自己做buff bomb啊 自己做肥皂啊 然后自己做一些手工作品啊 每个星期每一天都会有 安排不一样的活动 so 可以选择要来 也可以选择 如果要休息的话 也可以选择不用来的 所以这些活动都蛮好的 全部在里面 顾baby 这头发 你看 嗯 头发很多 然后这个呢 是 来我讲一讲 这个是隔离室 每一个 呃 刚进来的 妈妈跟baby baby都会先在隔离室这边 隔离24小时 然后才会转去婴儿室 以确保 每一个baby的 安全啦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是 很好的 这边隔离室 24小时了 就会换去隔壁的婴儿室 OK 现在 终医师在放cherry 看着 但是终医师 看起来就是有一点 阴虚内热的症状 所谓的阴虚就是 阴气就是 在你身体阴气减少的时候 显得阳气特别多 所以你会感觉有点煩燥 有点燥热 现在我们要去打包 去打包 午餐 耶 你们看这边几多facility 泳池 gym 有launch 有游戏房 有 呃 温的睡眠铺 有那个 呃泡澡 然后有cantin room 然后还有西院 还有studio one 跟2 还有 outdoor gym 哇 几多 很多 很多啊 cantin 他们cantin食物也是很好吃 我们的cantin 很多东西选择一下的 环境也是很不错的 ok 打包完了啦 现在要走回去我们的房间 给你们看看这里 走回去我们的房间 的那个整个路程 有人看baby 嘿嘿 现在要推回去去英格的房 那个 我们现在cantin的 那个nasi lemma 哇 西北好吃哦 我连去吃了两天 等下 我还要再吃晚餐的时候 叫小饼他们过来这边 try this nasi lemma 因为他是nasi lemma lover 等下我叫他try 很好吃 我晚餐还要去吃nasi lemma 吃饭 吃饭 baby现在在我的怀里睡着觉 ok 现在 Audrey已经睡觉了 然后我刚才抱着他睡 抱了大概一个二十分钟 然后现在我就把他放在床上 然后他继续睡 然后他也差不多到他的喝奶时间 所以现在呢 我刚刚就叫他护士过来 等下就把baby送回去喂奶 现在是晚上七点多了 so 小饼他们就来 一个子中心这边找我 要去刚刚我去楼下那个 食堂那边 去吃东西 因为我昨天呢 就有跟小饼家 这边的那个nasi lemma 非常好吃 我家今天一定要来找我吃 所以他今天就来找我吃晚餐 嗨 我刚刚 去那cantin card 那个nasi lemma 已经关了 睡啊小饼 睡啊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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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了啦 蛤 睡眼嘞 我不想醒了 下去看 走 就是这一间的 我们今天就关了 我们到今天就关了 开门 你这个人 是个错人 你这个人 我不行 开门 没有了 关了 整个cantin 只有一根nasi lemma 还以为我要摸摸你 你吃了怎么好吃啊 真的好吃 ok 现在到了晚上大概十点半左右 然后呢我们下午就有跟护士预约了时间 就是教他们来教我们怎样喂奶给 baby 然后喂奶过后 baby 需要拍歌嘛 然后这个东西我们也是要学 我们想要在出月子中心之前 尽早的掌握这些照顾 baby 的基本技能 我们今天先学怎样喂奶怎样拍歌 然后我们还要在安排务士教我们怎样 怎样帮 baby 换尿片 然后怎样帮 baby 冲凉等等等等的知识 很多东西要学 所以我们想要尽快的去掌握这些技能 然后就尽快的在月子中心这边开始先自己顾 baby 所以一出了月子中心过后叻 我们就不会好像手忙脚乱 然后有疑问想要找人家来帮我们的时候 又不懂要问谁这样 所以呀尽早学对我们绝对是有好没有坏 大家可以舔不通 Mark 看着这些事情 参与你为什么要选择 要吃啊 好你呀 安排 有风阳的吗 有你们想要试啊 有啊 看着你吗 看着你吗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要学拍打歌 护士刚刚教了我们为宝宝喝奶过后 然后护士就做一段时间 现在宝宝他又哭了 然后我觉得他应该是大便了 因为刚抱他的时候 我感觉到他的屁股好像有放屁的那种感觉 然后现在就一直在哭 所以我们就教了护士再过来 再教我们这样帮宝宝换鸟片 哎哟 Otrick啊 爸爸知道你大便了 不舒服啊 OK 我们叫护士姐姐来帮你换鸟 等一下啊 等一下等一下 OK 故事来了 现在要教我们这样换鸟片 护士姐姐来帮你换鸟 他知道有人要把他换他就安静了 OK OK 看书博家 嗯 他打饿了 他打饿了 哇你成功了 喂 刚刚一录 可能没有录到他打歌 一按下去就打歌 哇他打饿了 很大声耶 各位 我学到了轻松爸爸的技能 哈哈哈哈 他在什么 他 他 他在 他在看着 哇 哇 在这 现在已经凌晨 一点多了 一点半左右 我以为要进他房卡 现在已经凌晨一点半左右 然后 刚刚呢 我就在房间 学 呃 照顾baby嘛 然后 刚刚呢 baby就 藏脏器 然后我就 去做了 一副镜头梦 OK 继续 刚刚baby 藏脏器 然后我就去小王叔做了一些功课 小王叔就有教我这样缓解baby的藏脏器的问题 就把他做一些 排气操 然后 然后我刚刚就有做 帮他做一些排气操 然后他竟然有 成功放屁了 哇 很有成就感 放屁放了两次 然后 可是他还是一直酷啦 我觉得 他可能是还没有排完期 然后我刚刚就有叫胡思来把他带回去 然后胡思他们就 呃 带回去安抚他一下 OK 我们baby在那个角落那边 刚刚吃完奶 现在在睡着觉了 然后呢 我就透过这个cctv就可以看他了 看他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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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包睡哦 现在 凌晨 2点多 要3点了 肚子很饿 饿到很难睡 所以 所以现在咧我就下来夜之中心下面咧 这边他有很多东西吃嘛 虽然讲现在已经半夜了啦 那里店已经关了 可是这边有7-11 所以咧 就下来 买一些杯面 冲一冲鸡 不然真的是很饿 谢谢 谢谢 OK 买了杯面了啦 这边真的是很方便 半夜肚子饿 可以4-11 买杯面 然后还有Star Park 然后这边咧 我后面这个咧 是 呃酒店来的 呃月子中心就在这一边 这个 这个Valners这一边里面 早安各位 今天是 我们要带baby去 呃 见儿科医生 产检的一天 然后今天咧 也是我感觉 两个人第一次 带baby出门的一天 所以 很充满挑战性的一天 因为 我们现在 呃其实还有很多东西 不是很上手 所以我们今天咧 要带baby 出门去见儿科医生 等下他途中 呃他哭啊 还是他 呃尿了 拉了 饿了 就是困了 哇这些东西 等下我们都是要 随机影片去 应对啊 这种 这种 呃有可能会发生的各种情况 但是 呃 我相信 是ok了 等下 我就来看看 会有什么 呃 会有什么挑战性的东西出现啊 睡得很香 他刚刚是喝了奶了的 所以 他的下一个喝奶的时间 是大概十二点多 现在 现在是十点 所以我希望 那个儿科医生那边咧 也很少一点 让我们尽快 尽快再带他回来 尽快再带他回来 so 就比较 比较放心一点 叹叹 要去见医生了 去见医生 去见医生 哎呦 变嘴哦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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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现在要出发啦 真的是有一点 挑战性 有一点新鲜感 哈哈哈哈 OK 我们 来到医院了啦 登登 你的呢 哈哈 那小手跑出来了 嗯 哦 要趁baby的重量 你过去啊 三天一群 长大鸟了 刚刚那个护士 他应该是没有 没有顾过baby的 他不懂这样 他不懂这样 帮我们抱baby的那个 那个 他的那个抱背 所以现在是 随便 在wrap着的状态 因为我们等一下 一直要看 看儿科医生 所以 就先随便抱着先 OK 他没有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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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有一种新鱼 大可睡 OK OK 我们还是 成功完成这一项任务啦 刚刚 其实我发生了一些状况 但是那个状况叻 我手忙脚乱 我们两个手忙脚乱 没有 我没有空 我没有时间去拍给你们看 因为刚刚baby 到了时间论 然后 然后 我们就在车上 然后 Cherry就现场在车上 直接挤他的奶 哈哈哈 因为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 准备了那个 热水浮 然后就算有 我没有是有准备热水浮 可是我不懂 那个温度 是不是for baby her 的那个40度 所以我就不敢 去给人家泡给他 怕太烧还是太烫 然后我们就直接 呃 现场挤奶 然后挤到 他的 分量的过后 直接现场 不会敢喝 然后他才喝了奶 他也很安稳地 去睡觉了 哎呦 是饱睡了哦 是啊 睡觉了 感觉还有一个女孩 抱出来先 Audrey 今天爸爸要挑战给你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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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OKOK 抱着你了 嗯 OKOK 哈哈哈 没想到你要每一天 哈哈哈 OKOKOK 啊 妈咪 抱着你了 抱着你了 OKOK 等下了 陆下来 來吧 什麼 怎麼咩 好奇怪 有可能是 改你給你的目光少 沒有幫我手感 怎麼咩 我總會沒有邏輯啊 不知道 我總會沒有邏輯啊